抓饭多少钱一份 油开锅了下上 这个是牛肉 这都是什么 一粒牛肉一粒羊 也不知道它怎么能分得清啊 到熟了以后 对它来讲反正它是非常的清晰 并不影响 大锅里边先把牛羊肉给一炸 炸的这种 喷香喷香 这个时候加上盐 我要加一包 不会咸 锅里现在是五公斤的牛肉 五公斤的羊肉 光肉就是十公斤 就是二十丁的肉 在锅里现在炸着 放上两个皮牙子 接着油炸 胡萝卜下锅 漂亮 这个正常 这个价实 这是红 黄萝卜 这是红萝卜 黄萝卜 光胡萝卜就是买买一的 大锅 哇塞 这胡萝卜加这么多 我都不知道米饭 待会儿往哪里加了 太夸张了 多少公斤 五十公斤的胡萝卜 待会儿米饭都放不下了 满满当当全是胡萝卜 要把胡萝卜给炒软 炒塌下去 上面才能再放米饭 把肉从下面再给炒上来 就这种柴火灶炖出来的手抓饭 才美味 大家说胡萝卜炒十分钟 足足已经炒了半个小时了 哇 胡萝卜已经炒的这个油金黄金黄的了 还是加水 加水再炖制一会儿 才能加米饭 老板 这个要炖多长时间 咕嘟咕嘟的就可以了 白糖 白糖 啊 加上白糖还要 这样回味会更加的甜 好了 好了 胡萝卜已经炖了足足二十分钟啊 你看炖的这个颜色非常非常的漂亮 色泽又人 这边大米给清洗一下 准备下锅 多重啊 二十五公斤大米 只要放在顶上就行 这样大米可以吸收这个牛羊肉和胡萝卜的汤汁 这个太漂亮了啊 这边用的都是这个东北的大米 加的都是这个长力香大米 加完一盆再来一盆 这一锅这感觉 这绝对满满当当 就是它不管是加这个胡萝卜 还是加大米 绝对都是加到加的上为止 这是绝对创造锅的极限 看米饭放多了 汤汁往外开始流了 这边就要接着 把多余的汤往外咬一咬 烤出了半盆汤 接着下米 这绝对经典啊 这大爷一直在给创造锅的极限 十公斤的肉 五十公斤的胡萝卜 二十五公斤的大米 一共是八十五公斤 加上水出锅就是一百公斤 这绝对是创造了这口锅的极限 充足两百斤 二十多年的经验 才能这样操作啊 少一天都不行 在这种细致的 把米饭再扒到锅边 终于知道为什么 锅边上要插盘子的原因了 不然米饭就会样出去 这样插上 插上盘子边 插上盘子米饭就不会出来了 原来是这个功能 一会儿见 这个操作 这样等于给锅 来了个内增高 这样就可以放心 大胆的往前冲 往前搅 干嘛不影响 最后核心部分 就是不停的搅拌搅拌再搅拌 搅拌搅拌再搅拌 经过老板长达三十分钟的搅拌 米饭终于被搅拌均匀 再加上提前倒出来的这个汤汁 里边全是这个胡萝卜油和汤汁 大家有时候在家做米饭说中途不能开盖 我也不知道这个不用盖盖 焖出来的米饭最后是什么样的口感 原来最后是要盖上这个锅盖 用这个纸为盖 用这个塑料纸为盖 我说不然怎么能熟 这样把水蒸汽给闷在里边 20分钟以后 手抓饭就可以吃到了 我就说嘛 不盖锅盖怎么能熟 好嘞 这样等待20分钟 足足等待一个小时 耗了我60分钟的抓饭 终于出锅了 把上面的锅盖全部给拿掉 大大小小一共用了3721个 哇塞 这是一个抓饭的小吃 然后再给翻腾一下 可惜了 盘子就这样 卖到哪扣掉一个盘子 卖到哪里去掉一个盘子 盘子的作用就是干这个用的 挖了一个洞 上来牛肉了 牛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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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这个大肉从锅里边都给翻出来了 你们说这一锅能卖多少份 有没有人知道 加肉的 加肉 来肉 胡萝卜 对 多来点胡萝卜好吃 漂亮 这一份是多少钱 输的5块钱的 输的5块加肉的 加肉的20块钱的 20好 加肉 大爷然后给我们切上一点肉 这个感觉 漂亮 这就是20块钱加上肉 完美 20块钱一份牛肉薯抓饭 小菜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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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饭 就是抓饭加薄皮包子 这多少钱 两块一个 两块一个 这样就是15块 先来上米饭加胡萝卜尝一下 好香 这一锅饭里边的第一碗 所以这个米啊 它不是多么的烂糊 还带一点的咬头 但是已经完全都焖熟了 好 得大牛肉 你看 火锅饮 好呀 牛肉好香 就是盐 蘸了一点白糖 入口咸鲜 回味再点 大牛肉 中饭 大牛肉 lio gebe 感谢观看